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08个岛屿组成 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 将于横跨亚洲及大洋洲 别称千岛之国 也是多火山多地震的国家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马来群岛 去了解印度尼西亚 印尼位于亚洲东南部 地跨赤道 由约17508个岛屿组成 是马来群岛的一部分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 印尼是一个火山之国 全国共有火山四百多座 其中火火山一百多座 火山喷出的火山灰 以及海洋星气候带来的充沛雨量 是印尼成为世界上 土地最肥沃的地带之一 全国各岛处处青山绿水 四季接下 人们称它为赤道上的翡翠 由于历史的原因 印度尼西亚存在着 众多的宗教流派 印尼无国教 但规定国民必须信仰一个宗教 不允许有共产主义的存在 因此 在印尼存在着各式各样的 宗教流派与传统习俗 约8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 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印尼奉行独立自主的 积极外交政策 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不干涉内政 平等协商 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 印尼是万龙会议十项原则的重要发起国之一 是G20亚非新型伙伴关系 77国集团 伊斯兰会议组织等 国际地区组织的倡导者和重要成员 印尼在东盟一体化建设 和东亚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坚持大国平衡原则 与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 以及欧盟等世界主要力量 保持友好关系 印尼是排华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度之一 曾发生过许多起大规模的排斥 屠杀 迫害华侨华人的惨剧 影响比较大的有 1740年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的 红西惨案 1945年11月的四水惨案 1946年3月的万龙惨案 同年6月的文灯惨案 8月山口阳惨案 9月的八眼亚底惨案 1947年1月聚岗惨案 1998年5月14号 在印尼发生排华暴动 印尼总统苏哈托 指使印尼军队以及一部分暴民 对在印尼的中国华人 实施了极其残忍的屠杀 暴行震动了全世界 对中印关系产生了长远的消极影响 旅游业是印尼飞游器行业中仅次于电子产品出口的第二大创汇行业 政府长期重视开发旅游 画一般的情调 画一般的美丽来形容巴厘岛的景色 因而素有狮之岛的美称 在印尼有很多忌讳 去印尼人家里 当你看到长相可爱的小孩 切记摸小孩的头 如果你抚摸他的头 对方一定跟你翻脸 在印尼 和人们交谈应避开政治 宗教等敏感话题 进别人家里要摘下太阳镜 拜访印尼商人时要带上礼物 收下礼物即意味着承担了某种责任 进入圣地 特别是进入清真寺 一定要脱鞋 参观庙宇或清真寺 不能穿短裤 无绣服 背心或裸露的衣服 印尼人既会夜间吹口哨 认为他会招来游荡的幽灵 印尼人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 所以不可以用左手拿东西给他们 印尼人既会吃猪肉食品 既饮烈性酒 不爱吃海参 也不吃带骨带肢的菜和鱼毒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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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